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伊沙白·克鲁克将十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调查资料无偿捐赠给重庆 1915年,伊沙白生于中国成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 他与丈夫参与创办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妥荒人 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做出杰出贡献 1940年,刚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硕士毕业的伊沙白和平民教育家艳阳初等人 在重庆碧山发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 投身其中的伊沙白的主要任务,是和同事一起在重庆碧山进行逐户调查 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 他参与创办了妇女十字班,组建了食言合作社,帮助贫困民众 同时对当地1500户人家开展挨家挨户的田野调查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潘家恩和伊沙白有过多次接触 据他介绍,伊沙白这次捐赠给重庆的十项历史资料非常珍贵 这些资料是20世纪40年代伊沙白在重庆碧山调查的原始资料 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教育、性别关系、乡村建设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那么我们这批档案呢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有前后十项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始资料 和当年伊沙白先生调研新农场的时候的一些资料 那么我们也觉得是非常有价值 对于我们理解40年代的时候 毕山作为中国重要的抗战大后方 那个时候的整体社会状况 那个时候的人文经济方方面面都有非常大的价值 1981年伊沙白退休以后 他六次重返重庆毕山体验生活 收集资料,继续开展社会调查 与当地民众结下深厚友谊 他还向重庆毕山区大兴镇中小学捐赝图书 并设立伊沙白科林青助学基金 长期资助当地贫困学生 并与他们保持通信 2013年伊沙白与合作者于希基 根据当年在重庆毕山撰写的调查资料 整理出版兴隆场一书 兴隆场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 由西方女性及其中国合作者完成的 逐户采访式的社区调查 该书细腻详实地记录了 抗战大后方的大量日常生活细节 内容涉及当地社区的历史 地理 政治 经济 社会风俗 以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方面面 被认为是社会学 人类学 乡村建设运动史的必读之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